北京的元素 我觉得北京的元素就是大家所认同的政治性的一些成分 然后地域性的成分就是老北京的那种 对我来说这种对我影响其实蛮小的 反正就是如果找一些拍摄场景的话 有时候会跑到郊外 因为北京相对来说郊外是非常困阔 其实自从2004年就是我开始大量的拍照之后 几乎每一天我都带着相机 那么为什么会有作品里很多大量出现 跟性爱跟私密跟裸露跟青春有关的题材 我觉得这是传统的思路会觉得 你私密的东西必须放在家里面 你不能公开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 跟你的吃饭睡觉走路逛街是一个平等的状态 就所有人都会经历的 为什么不能 其实像这两年我在做一个拍同志情侣的系列 我对情侣的关系这件事还蛮感兴趣的 特别是我可以通过情侣的关系 我觉得能拍到他们俩一些很亲密的一些状态 我反而对那种平平淡淡的 细水长流的一种爱情会有蛮深的印象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看戏剧性的那种电影 电视剧其实太多了 那反正这种很平常很平淡的一些生活 我觉得反正大家不会关注 我会觉得还蛮感人的 我是编号23 这是我为Remix Project做的作品